美麗博士 HELLO Vogue 我是潔曼珠 待會我就要去金鐘獎走紅瀚 那我們來看看我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這位是我今天的彩妝師 她叫Fionne 讓她來介紹我今天的妝容重點 今天想慢慢梳化的是 皮膚感感覺比較光澤透亮的樣子 然後比較清透 利膚可能就比較閃亮 所以不會用化太重的眼妝 今天選這個指甲油的顏色 本來其實前面有在想一個比較跳的顏色 後來就跟彩妝師決定 還是有延伸感比較好 除非我自己有特別什麼靈感 就是想法 然後就會跟大家溝通 適不適合 還是要尋求專業的建議 我覺得我自己會比較安心 喔對不過我今天自己有想到一個 就是小靈感就是 因為我入圍的這個角色 就是眼角上有一個質 所以我想說我今天的妝容 就是要在最後加上一顆質 所以應該會帶來好運吧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位髮型師 她叫小龍 今天的頭髮呢 就交給她了 你有什麼造型重點 重點就是 衣服也很美 妝也很美 頭髮就不用太美 人也很美 其實她就是想了很久 她到早上都還說 我其實都不知道到底該做哪一個 因為很想要幫我有一些不一樣的 不同於以往的髮型的樣子讓大家看到 會希望呢 是不是不要這麼順的禮服的樣子 就是很柔美 可以帶有多一點的個性 所以我今天就一大早被她叫來染頭髮 染成一頭黑髮 今天這活動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可能在前置上就會稍微 可以多注意一些在打底的使用上 選擇上 用一些抗熱的產品啊 或者是一些 海鹽啊 這些打底 讓頭髮製造出一些比較蓬鬆的感覺 或者讓頭髮都還變胖一點 後面的維持度上都可以比較有 照顧到髮質 然後也可以縮型一整天 其實她算是一個 比較欣賞我手藝的客人 很會講話耶 真的啊 真的啊 因為一般女明星通常你們也知道就是 就是 堅持比較多 對對對 他們的想法會多 因為有時候可能 我通常遇到這種 我可能會更 更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會比較 有想過今天晚上如果老婆得獎 會哭嗎 我覺得有沒有得獎 我都已經蠻感受的 你看她已經眼光半淚了 你有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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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的板家咧 就是其實今天早上就是 我還是需要有一個對象來演練我自己 就是 要是我得獎 就是那個 我的那一段得獎的演講 順不順要有觀眾幫我提 就是 講講講講的後段 然後我們兩個 因為我是先看到她 就是又犯累了 然後我自己也講講的哭 然後說 我們兩個現在 只是在預言 有需要這麼 感情這麼深厚在 濃重在這個裡面 然後 像我好像前一陣子奧運的時候 他看到運動員上台 他會哭 然後看到就是運動員的 可能紀錄片 就是在他的過程中怎麼訓練 他都會就是熱淚圓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男子 就是平常他不太掉淚 但是在這種 他覺得一個人 一直一直在努力 然後終於有一個舞台 讓他站上去的這一份過程 他是很容易被觸動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實 自己想要有一個舞台 現在我要介紹就是 這次的造型師 尚慈 大家好 我是尚慈 這次就是由 Visidea的手工訂製品牌 然後是偏比較復古的設計 上面的珠式都是手工工製的 鞋子是搭配義大利的 也是定製的高跟鞋 他這一套其實是很透膚的 然後搭配上Mikimoto的珠寶這樣子 現在要加最後一個小彩蛋 是美季製 很像就是 林美季陪著捲爛足跡參加金鐘子彈 最後定裝的時候 就是我女兒就是有陪著我一起去看 就是穿 她一看到我換出來的那個瞬間眼神發亮 我超級難忘的 我想在那一刻我應該就成為她心中最美的女神 謝謝Paul哥今天陪我準備金鐘造型 我要前往囉 掰掰 請掉 按鈕 按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